Wish I could find my world But I don't think I've got the courage 朋友们你们知道吗 买车不到一年它就出新款 是一种什么感受 今天我感受到了 这就是新款的阑珊 但是啊 就是跟我的那个有点区别 比如脑袋上它的这个 顶了一个激光雷达 现在没讲啊是128还是192线的 这个颜色是一个苍浪青 新增加的颜色 以前老款不是也有一个绿色吗 这个绿酒绿的比较含蓄 感觉乍一看像灰 然后还有就是咱的那个 它是一个大火腿 它现在的这个就不是DHT了 变成了HIFO的版本 车内第一感觉就是理想的屏 怎么跑到他们家来了 但是这个是双15.6的 其实尺寸上是不太一样的 然后你看啊 它桌面有几种模式 现在你直接到了3D桌面里边 就是它也有这种建模的一个 在这也能够直接来操作 然后包括传统的像手机的这种 菜单下拉式的一些快捷 也都有包括像传统的地图桌面也有 它现在已经是咖啡320的系统了 就跟之前的阑珊都不一样了 阑珊以前是地图 然后所有的这个菜单栏就都在这 它现在等于所有的这些菜单栏都在下表 而且它的本土应用也比以前要多多了 现在也支持三纸飞屏 就比如说啊 我们打开这个爱奇艺 然后你看我三纸一下就飞给副驾了 就可以跟它分享一个东西看 它前面还是有一个12点多英寸的一个仪表 就是它显示的信息能够更清楚一点 然后它前面还有一个更大的一个HUD 也比老款要加大了好多 还有咱们现在已经是一个支架的版本了 也就是说你如果用支架的话 它也会出现在HUD上 就是地图啊支架啊 包括时速这些东西全都出现 然后你看一下它屏的这个侧边啊 这个绝对是要比老款的阑珊的电视机 要保很多很多的 然后老款阑珊 这儿有一排空调的试田件 它现在就等于没有了 你让小卫同学去帮你做也行 或者你直接自己在这儿直接进就行 然后还有个很大的变化 开过阑珊的人应该都有感觉啊 就是方案盘以前稍微有点细 现在你看这个方案盘的握杆 就变得比较扎实 然后方案盘整个的样式也都变了 就多工农区这块变成了这种 就是圆角矩形有点方的这种感觉 这次还有冰箱了 就以前的这个扶手箱的一个面积大小 现在就变成了一个冰箱 从这开 冰箱的容积是七升 你看现在放了三瓶玻璃瓶 三瓶一拉罐 然后还有就是整个的内饰的颜色也都换了 之前咱们是浅米色跟黑色搭 现在它就变成了米棕搭 然后整个啊 包括屏幕后边这都变成了 像织物的这种面料 我觉得甚至有一点北欧的那种极简风的感觉 是不是内饰真的比一切好上 然后如果你要是选择橘色内饰的话 就是这织物的后边就都变成了几皮的这种 还有就是上方 你就看灯的这一块也都变了 你看它现在是这种方形的 是这种白色的光 以前的牢款的蓝山的这一块是这种纵向的 其实跟汽油车有点像 还有个很大的变化 这次蓝山增加了流媒体后视镜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后排有电视了 后边是一个17英寸的电视 然后也支持这些手势控制 它就是你不用抬多高 你看我现在的这个距离就可以 因为它在左右两侧 就是分别放了一个摄像头 当然也可以就是这么直接去滑 就看大家的一个使用习惯 然后这次座椅按摩也变了 以前是一个4点式的按摩 现在变成了一个8点式的按摩 就是其他的这些空调出风口都没变化 但是充电口有变化 原来是一个A口一个C口 现在变成了双C的口 音响是7.1.4也是杜比的全景声了 然后是他们自己来研发的 总共是23个喇叭2240万 还有就是以前蓝山虽然也有大床模式 但是它需要你每一个椅子 就是自己去操作 现在就是你可以在那个系统里边 直接一键它就可以变成大床 但是因为它有了这个屏以后 就是它原本上面的大天窗 现在就分别变成了两个小天窗 现在还增加了一个宠物模式 然后也有一些露营的模式 你像我假期的时候开着蓝山 带着我的猫出去玩 我就想把它放在车里边 虽然给窗户留缝了 但是我一走远 怕几个窗户就都升起来了 虽然在系统里边也能设置 但我觉得就是增加了这种场景的模式以后 还是要比以前更方便 然后这个车现在也有更大电池的版本 就是之前呢 那个长驱航的四驱版本 WLDC也才到180左右 现在呢电池更大的之后 就能超过200了 还有就是因为它油箱本身也很大 它是一个80升的油箱 所以说要是满油满电的话 这个新款它已经能够超过1400公里了 支架方案也跟之前不一样了 就是之前的那个还是要依赖高精地图 现在就等于都是无图支架 全国都能开 但是这次没有动态 所以我们也不知道 但是据说啊是好开的那一挂的 还有它是标配CDC的 然后也要跟大家讲一下啊 这个价格大概在多少钱 六座版的嘛 就是跟理想的L28差不多 那个也是有激光雷达啊什么的 我们猜应该要比它那款 349,800的价格低一点 你觉得怎么样